实验中研究团队利用莫子号作为量子纠缠员 通过对地面望远镜进行升级 实现了单边双倍双边四倍接收效率的提升 莫子号卫星过境时 同时与新疆南山站和青海德令哈站两个地面站建立光列路 以每秒两对的速度在地面超过1120公里的两个站之间 建立量子纠缠产生量子密钥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基于纠缠的千公里级量子保密通信 它用利用空间信道的衰减的比较少 把就是点对点的这个现场的密钥分发的距离 有百公里量级提升到了1000公里 一轨大概就能够产生4万个密钥 这就对于一些绝密的或者说高密集的已经够了 它主要就依赖于这个纠缠的概念 因为纠缠呢你往两个地方分发的时候 如果中间只要有任何一个光子被看到过的话 这个纠缠就没有了 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密码是不安全的了 就是说哪怕这个卫星是有你所不幸的能造的 那么最后这个密钥分发之后 如果它能够满足一定的关系 它也是安全的 同时将地面接收由现有的十余吨 大幅降低到100公斤左右 将来卫星量子通信的规模化 商业卫星网络结合最新发展的量子车 这 landmark experiment is possible because the researcher team managed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photon distribution, collection, and measurement to such a level that it allows the generation of a secret key This experiment no doubt represents a milestone on the way towards making quantum secure communication a reality 这个表情是出现的 什么事情就变得比较大